组线上赛预选赛的现场直播 我是今天的解说 西库 我是艾达 那也是欢迎大家回来啊 那我们也是刚刚进行的比赛呢 是EDG对阵京东Gaming的一场比赛 也是由京东Gaming把他得了头筹 赢得了第一局的一个胜利 是的 就是上海比赛双方打得非常胶着 然后在前期一度的时候 是EDG占领了上风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 然后京东Gaming的话又是进行一波反转 然后局势循环往复 最后是由京东Gaming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小炮真的很敢打呀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波 因为之前像Scott他前面是在中路那一波 是自己先是把W给用掉了 就卫一的技能用 然后被牛头找到了一波机会 然后把Scott给秒掉了 这是一波很大的节奏 那在包括前面的在上路的时候 小炮的一个火箭跳跃 直接是跳的人群 就为了给你一个挂上一个爆炸 没错 我是真觉得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精彩啊 刚刚那一局对决 EDG也是前期稳扎稳打的不断的运营 不断的滚进的雪球 那京东Gaming也是一个很敢打 很敢找机会的一个队伍啊 真的潜力无限 我们都说了 就是说两军招锋勇者胜 就最后的时候 然后我能够抓住一波机会 就尤其到这种比赛的后期 然后我这种阵容的依托之下 我找到一波机会 就足以去反转整个场上的局面了 是 可能是说像 因为EDG他下午的时候 也是对阵GT是打了一个三场的比赛 那也许是他们就可能比较的疲劳 但我相信啊 就是马上要进入一个世界赛的一个 锦罗密布的一个赛程了 我相信他们也会拿出自己的一个士气 然后为我们呈现出更加精彩的一个比赛 是的 而且不得不说的话 就是确实在刚才那场比赛里面 我觉得 总统提一下 就是京东Gaming这边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一个进步 包括他们是把打法风格方面的话 就是心仪变得更主动了 对 我觉得京东Gaming 真的是一支很有潜力的队伍 就是他们的一个打法 他们的风格 包括他们整体的一个配合 打的都是 还是一个字 敢打 勇敢 就现在最少 最怕的就是 面对 可能是老牌强队的话 会心里会有一种 我就稳扎稳打的去打 但是他们不是 从小炮的那几波 直接是活践跳跃到中途 我们就能看出 京东Gaming这一支队伍 他们的一个风格 还是很值得表扬的 我相信大家也是看在眼里的 对 你继续说 你语文老师的观察版 我都给你按好了 我们现在学到一首 一字真言 这敢打敢拼 就反正怎么都是一字 我就说一个字 就总结一下上马情况 就打得还不错 这个一个字 对 希普老师 你应该总结一个字 但是你给我扔了四个字 你是让我摄取哪一个字 我是从你那儿学的 敢打敢拼 对 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 就是一个字 我们也是 听话说这么多 也确实从第二场比赛里面来看的话 包括我说 上一把看到的 就是新衣的一个进步 而且就是我们着重提一下 就是Loki这名选手的话 他这名选手的一个人 实力确实也非常强 而且还可以看到 两边的一个阵容的一个交汇 是的 不仅是说选手之间的一个阵容 更是两边阵容的一个交汇 那我们也是话不多说 赶紧进入到我们 BO3第二局的一个BP交流 嗯 基本上是跟上吧 前几手BP的话是差不多 因为像这种 打BO3或者BO5的话 就是前三班 不会有过多的变化 只能是可能会有 前三班可能会有 一个位置的一个调整 是相当中比较多的 是 那这边EDG也是 还是照样的是 搬掉了卡丽斯塔跟加料 而京东Gaming这边 也是照样的去搬掉 你的老鼠跟妖鸡 这点我觉得我们作为 就不用分析过多了 因为相信大家也是很清楚的 像妖鸡跟加料 都是对方 善于的战术 跟善于的英雄 而卡丽斯塔 她是作为版本的 一个热点的一个 强势点要搬掉 而京东Gaming 最后也是把蜘蛛给搬掉了 蜘蛛也是场掌 运用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手 而EDG照样是把大嘴搬掉了 都是去忌惮了一下 他们的一个英雄池 没错 卡丽斯塔 这边一手先抢王子 这个王子我觉得抢得很有意义 那洛呢 看一下 露跟霞的话 现在又绑出来了 刚刚EDG是拿到了 洛跟霞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并且打出了 还不错的一个优势 那看一下EDG这边 会不会去选择 还是把霞给选了 但是如果先选霞的话 那京东Gaming这边 要拿小炮呢 对 要拿小炮的话 那厂长这边 还是考虑一下风女 或者是 像之前的九桶 切九桶 对 还是选了九桶 我觉得今天厂长所有的 就是要为我们展现出 他的一个九桶 那京东Gaming这边 我觉得可以选择 洛跟霞 洛霞我觉得都可以 上一把是 Aboy跟Mako 就是 齐飞嘛 这把是绿毛跟Loken 秋水共长天一色了 对 这边的话 洛选到 霞不选 感觉也不太现实 如果你这时候不选择的话 感觉 这两手拿着就没有太多的 一个意义了 是 洛跟霞如果说被放出来的话 还是要 对 放到自己的手中的 就这个东西拿下来 还比较稳妥安全的 但是难道是又要直接是 哇 打得火 手热的一个牛头 直接是拿出来了 疼吗 昨天年疼了 我直接是拿出了一个牛头 刀刀刀半天 对 那EDG这边看一下 他们最后一手会做一个 我觉得风雨吧 他们的应对 但是Mako这边 就看他习不习惯说 去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 保护型的 因为 确实风雨的话 也会对牛头心理 有可能的见证 对 主要对面选择是一个牛头 你选风雨的话 效果会更加明显 对 再看一下他们的 接下来的一个 会怎么选择呢 我觉得像如果说延续之前的 这样的一个BP的话 应该不会做很大的一个感动 就像针对一下 他们比较手热的一些英雄 这时候拿了一个风雨 这确实风雨是一个英雄的话 就是我一个 你就想进场 让我一个998就把你挖走了 The Rare又是被搬掉了 那京东Gaming这边 会不会去针对一下蛇女 因为蛇女这个点 其实 卢西安 卢西安真的没有办法上场 你有没有发现 对 因为不管多米的话 还是Squad 他们都非常喜欢用卢西安 就今天没有办法看到 卢西安在场上 最后一手 还是把卡尔玛办了吧 我觉得打多米的话 办卡尔玛 然后像加利奥是点比较稳妥的 看一下他们最后的选择 如果这样选择的话呢 他们的这个班位 就跟第一局的一个BP是 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圣 呃 办圣的话 我觉得奥迪是不是又有点想拿 大虫子 你是想说的 你是想说他要拿 我我很就是担心他会不会拿出自己 比如说打得比较手热的像大虫子 开张四我觉得概率有大一点 对 那军冲 Gaming这边是最后一手班位 我觉得蛇女 如果你不扳掉的话 那自己拿到 或者发挑 新刚颖是被扳掉了 嗯 哇 这一手班位的话 那 EDG就 必然会去选择大虫子 那你这边拿什么打大虫子呢 拿个大虫子 那儿嘛 那儿上一把 就吃了那儿的亏 巨魔也还行 巨魔吗 那只有现在 圣被扳掉了 那那儿 拿得不是很好的话 那拿什么去打大虫子 这边是先封锁了一下 Scot这边的一个蛇女 作人币也是掏出了一个蛇女 因为上一盘的蛇女 也是有一个不俗的 一个发挥跟输出的 那最后我很期待 他们会拿一个什么 去打一个柯加斯 直接是偷出了剑击吗 打柯加斯的话 就是去猫好打一点 剑击这种真实伤害的话 加格党也还行 但是就是确实血量太少了 面对柯加斯的时候 如果你其实打不出优势 那你到中后期的时候 蛮难打就是一旦柯加斯优势 你就没了 这边还是选择了一个大树啊 这样的话 打的话就比较的常规了 像大树啊 柯加斯圣这样的一个 上场率非常高的一个上单 我还以为会去拿出 这边如果说 不对发条啊 不对蛇女进行一个封锁的话 那京东Gaming这边拿了蛇女 那EDG这边反手 是必然可以去拿掉发条的 拿发条 看一下他会不会这样选择吧 因为毕竟是 Scot这边上一盘的发条 上一 就是下午那一场的时候 就主要发条的话 就把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是什么 就对面 开场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什么场景 有牛头跟黄子 然后往前去冲 然后实际后来做一个 側翼的输出 是 然后做一个 左护卫吧 这边有大招 然后大树这边的话 又是各种花式捆绑 那这边来看EDG的阵容 是比较偏后期了 而京东Gaming这边呢 前期的一个节奏点 主要是要看黄子的一个带动 黄子跟九筒 猪妹跟九筒 猪妹黄子 是现在这个版本 非常火热的一个打野的选择 这个阵容枪定下来 枪定下来之后 其实就包括说没有了一个 香炉补助的情况之下 京东Gaming这边 下路前期可能会 稍微的占一些劣势的 因为下路本来是像洛根侠 他们是一对 作为一对召唤式侠谷的甜蜜的CP 是经常是被捆绑在一起的 但是这边京东Gaming这边是 选择了一个侠配牛头 可能是因为考虑到 牛头因为在上一局 它的发挥非常的好 中路直接是找到了一波机会 然后可能还有一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因为比较偏向于一个 牛头打反手的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像 像EDG这边 他们有一个 中路有一个像 八条片后期的一个 再配合一个九筒 这开团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对 就说风女士有一种 虽然她自身没有受伤能力 但她保护能力很强 配合小炮的话 不管我拆塔 还是进攻性 保护性 就很全面 对 小炮其实拿出来 现在小炮因为她的一个机能很强 所以说她配什么样的辅助 都会有什么样的打法 配上保护性的辅助 她还有保护性的一个打法 那配合一个牛头这样 进攻型的有进攻型的打法 那我们来马上进入一下 我们BO3第二局的一个游戏画面 来 这边是已经进入到了召唤式峡谷 那京东Gaming是选择在了蓝色方 EDG是在红色方 是的 这边的话 Evo也是选择做了一个公资装 选择给MACO打工 是 这边也是 因为有没有发现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风女 当出现风女这样的一个辅助的情况 那ADC是会大多数会选择公资装的 而如果出现像别的辅助的话 那ADC出公资装的一个性价比 就没有这么高了 他们是要帮助风女来进行一个装备的成型 主要我风女套个盾 用武杰的盾 四把长剑 是 所以说还是要仰仗着风女这一个保护的一个点 对 看一下现在双方打野的一个动向 也是一个一字站位 非常的 非常的没有什么开局之前较量的那么火热 因为上一局 EDG直接是九头配落根侠 下路直接是拿到了一血 打得非常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 就比较的 打得比较的平和了 没错 这边的话对面也是 这个皮肤应该是叫什么 荒莫之咬 卡其佩咬哪 卡其佩咬呀 这个蛇女这个皮肤的话就是 她现在改的很真实 就她后面那个尾巴 有摇摇晃晃摇摇晃晃的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女玩家不太适应这个 因为蛇女她本身是不用出鞋子的 这点是我相信各位玩家都是已经非常清楚的 现在 而且蛇女队队上 发条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一个AP的一个对线 就不会像说出现一个竞产打得那么凶了 大家都是以去刷为主 同学你先接打得很凶 发条一点的护盾 就不让你在一级的时候过多消耗的血线 因为蛇女是用英雄一级上来我将你血 然后我升二级的同时然后打你 因为前期发条还是比较弱的 而且像玩的比较多的玩家 我相信发条一级都会去学一个护盾 因为它有一个平A的输出 往往是比你扔球的输出更大 你完全可以自己身上套一个盾 然后再去对对面的英雄进行一个平A 这是就是玩发条一级经常用的这么一个方法 主要确实发条的话一级Q性的伤害不高 一级Q性70点 然后耗蓝比较多 主要还是仰仗发条他的一个 他是一个A人 是有一个攻击还有一个魔法的 对 就你那一下等于差不多你A两下的一个伤害吧 而且身而且自己身上本身套了个盾 所以说就是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玩发条的时候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样的一个套路 而且我相信很多玩家都是已经熟练的 只用了这个套路 这边想动场场的F6 感觉还是有点困难的 我还是得说三分钟打野必然会见面 对 那这边也是 场上也是把自己的F6稳稳的收入囊中 对 但我F6者虽远逼猪 其实这个皇子要小心一点了 其实对于京东Gaming这边打野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做一个进攻的一个影位 就是皇子炮 以前现在也是肯定是要稍微的就压制一下 因为我毕竟像上上自己能打能跑 我失败还不过对吧 我还能跑 他在前几个作战能力的话也不弱 这个皇子打野现在唯一比以前要差一点点 就是他的一个EQ变窄了一点 就可能不太好转 玩皇子的考验一个皇子是不是老皇子 还是要看他的EQ 而且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EQ闪 皇子EQ闪不是基本上王皇子的基本操作吗 就是一般来说的皇子玩家都比较善想 这个时候来上路 先绑住 然后往这时候叫一个闪现 Q就能拍有两个很细节 对 这一下其实就是 把上路的一个闪现给逼掉了 对 那上路大叔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九通很可能会再找到一个视野的一个空档期 对你上路进行一波gank 所以大叔这个时间点是 不敢压线压得那么凶的 对 而且现在我们就提到了说 像LOKING的选手 就顶着绿毛外衣的LOKING 就是他是之前在15年的时候 在韩国打职业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 就饱受瞩目的星星嘛 然后当时是EVER战队的 然后他们是拿到当时15年的一个TAPA杯的一个冠军 下位这边 扯起来 有个风雨保护的情况下 确实你想在这两个人手里逃什么便宜不太可能 确实牛头配合这个霞的伤害的话 单纯这两个人是肯定不够的 是 因为前期像打到中后期 前期的节奏还是主要依赖于中野去一个带动 然后打到后面的时候是要靠一个AD来carry的 是的 这边又是点燃劝退 压低一下血线 好让这边打野 可以可能会召唤打野了 所以说这边也是小胖非常灵性的要去河道做一个视野 因为你现在这个血线的话如果京东gaming这边召唤打野的话 就很危险了 这边有风雨的保护 现在给风雨打工 满满的工资装攒的钱都是风雨 之后给她补给了一些护盾 然后给她在团阵中创造出的收割的时机 是 现在也是双方打野同时是来到了一个下路 刷弹这一步的话 呃可以走下来做一波赶盾 因为黄子这波有可能会对对象有个想法 因为刚刚态度很明显了 但是小胖这边也是很灵性的去做了一个防守眼位的 一个五级的蛇女 有过来发现一个科加斯已经走远了 科加斯过来插个眼 插了一个真眼 暴提这波无度有 但是看一下现在很危险的 因为要跳过来的 这两个人错过了 教会了一下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奥迪 那些年错过的 这句话真的是很经典 我还以为你会把这句 这个词去唱出来的 这边的话 也是刚那个视野看到了 这五个视频的话 现在配合这个人想去杀 这边的六级科加斯还是有点困难呢 如果说像上单这样的继英雄 他摆在那里 如果你等级高了 打野基本上 除了去推塔 我不想去杀你了 因为杀你太耗时间太耗力气了 嗯 到六之后对科加斯 就倾越欲望的话就会降低很多 因为如果你想去针对科加斯 一般都是在就前五级去抓一抓 要么就后期的时候 然后他单代的时候去抓个单 这边是 其实是对下路也是 吻着发语 两个捕刀真的是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平分秋色 对一模一样 但是对于 其实之前啊就是比赛也是有拿出 像莫甘娜这样的来对应老牛 但是莫甘娜跟风女相比较来说 莫甘娜是有 更低的一个容错率的 对因为莫甘娜她的Q技能 如果说在线上空了的话 那老牛可以肆无忌惮的上去熊你了 我疯女多位 对但是疯女多位 你打我我就给你一个盾呀 对吧然后再一个疯枪把你给吹起来 这是 而且疯女就是纯保护技能 W技能被动给队友提供一个移速 然后主动的是减速 然后一技能护盾加攻击力大招回血 厂长这一波是要最中路的一个手女产生想法了 几宝已经开启开启以后一个大招 好实话之后但是这个大招的话确实跑得太快了 还是要继续打 就是一个捆绑捆绑之后看这边还差一点 差一点 差一点 一个Q技能 哦 这个大树的儿子好像是 这一幕我们在哪看过 大树再塔下去放一个大招 然后再扔个儿子 让你很难逃 就本以为我已经逃脱 但是没想到还有这一手 这边下落打起来 这一波的话还有闪现还有治疗 老美可这边的治疗没有着急去交 但是可以 反身一套 这边皇子应该配合蛇女EQ二连接耳 是 蛇女这边是闪现一跤了 是 黄子的 刚才应该是黄子闪现EQ 然后直接盖尔配合蛇女伤害杀的 是 因为 蛇女这边是没有大了 而且可以看到哈 就是刚刚 很不巧的是 SKO这边如果说看到黄子漏头 我觉得应该果断是选择后撤的 因为黄子既然都走到了这边来了 就很明显的是要对你产生杀星的 对 自己的血量啊包括状态都不是很好 是的 还是下路比较安生 虽然打得很凶 但是人头没有爆发 毕竟说我这边 京东Gaming这边选了一个主动性很强的一个牛头 但是奈何我有一手蜂女 蜂女现在有个辣招还有一手998 一口灰雪998 是 我玩这波线 我感觉这两个人回去的时候蜂女拷跑都有香炉了 就可能12分钟左右蜂女就有个香炉出来 是 这就是为什么说出了蜂女这个辅助 ADC都会比较偏向于出公资装 能够更加加快香炉的成型 而香炉对于蜂女来说是最好的一件装备了 嗯 它能够收益提供的收益很大 真的是 对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英雄联盟不是 不仅是一款操作型的游戏 更是一款用脑子的游戏了 对 拆塔里的游戏吗 真的是要动脑子玩这款游戏 这边 诶 定期 定期说黄子就在旁边 黄子随时赶来先起跳 起跳之后先留美口 黄子来的位置 但是 但是拉的速度很快 但是美口闪现的速度也快 这就是如果你手上捏着一把闪现的话 对上霞的一个大招 加上就re 威胁还是比较小的 没错 这一波其实是 过来帮忙防一下这个防御卡 但黄子这边的话是没有 在想去过去一个想法 因为冰线已经推过去了嘛 你这样再来的话就会 耽误自己的一个刷野的一个时间 自己的发育 而且这边对于ADG来说 这一波只是交了一个风女的一个闪现 这波牛头回家的话 再看一下中国打得很凶 接下来来来来 就看到这边 也一个缓缩 又是一口治疗 治疗一口回流生枝术 社会主义新走位 这边又是定期 定期说看到这边铃铛 再配合上黄子的大招 赶下来 哇 对面刚这个真是社会主义新走位 走出繁荣富强新社会 对 他那个治疗加速扭开 这就是像出现出了蛇女轴 蛇女真的是一个走位 极其能秀的一个英雄 他这样打的话 直接是让 就是让酒桶没有办法去定住你 姿态妖娆 对 配上蛇女这个本身英雄 我觉得她就完全的 DWB刚刚完全的诠释了蛇女 对 她的一个感觉吧 就什么叫身材 对 那这边也是双方的辅助队事业做一下争夺 这边疯女回家之后香炉有了 十一分钟做香炉 差不多 对 看到牛头这个装备的话 牛头眼识再加上一个武速鞋 来 武速鞋跑得很快想流 这边起跳往自己的辅助方向跑 好有风女在的情况下完全不怕 这边有了香炉加持在家攻击力 还配合小炉的武速装 再逼出一个大招 风水轮流转 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凌的他们了 现在主动权已经不在牛头手里了 是 而且小炉的话现在就 他就往攻速装去出 然后往后再补攻击力也可以 因为风女的大招 风女的异性呢 本身就给他附带一个攻击力 这边想过来帮忙去拆个塔 但这波线可能也拆不掉的 还是想顶着 风女的一个盾也是想多蹭一蹭 能蹭两下蹭两下吗 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发现啊 现在像这种推线型推塔型 带塔带节奏的这样的一个 他都陈其比较倾向于出一个局后 黄子就在侧翼 但是这个塔应该是受不了 是 这边是由风女最后A掉了最后一座塔 一个血线 那这边是由EDG拿下了第一座房台 就必须给风女打工嘛 就让大家共同赋予嘛 我把塔现在分你一半 这边也是来把塔拿掉了之后 就会顺势的对这个小龙的视野和一些资源来进行一桌争夺了 拉出来打 而且黄子线的话应该是不会过来的 所以你这条光红拿到的话 对于他们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回复能力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保险 水龙啊 然后这条水龙拿到就靠你了 而且可以提的是啊 这边EDG是把下路的线给推过去了 那下路线推过去的情况下 对于京东gaming这边的一个啊 就是下路是没有办法赶过来对你的打龙进行一个骚扰的 而且中路也是东西打的很凶啊 对 真的触发风机打一套触发风机打一套 是 而且这边直接是给你不不留你任何伤啊 你只要到我的一个异技能的一个范围内 我就会去打你对 这也是选手个人那个风 这边来说的话 2-0这一个蛇女 尤其是 就蛇女这个英雄我觉得很契合 这边这边下路又打起来了 后面起来之后掀框奥迪 那奥迪这边一个闪现 及时脱身而出 再去反手逼着一下你的一个下路的一塔 是 小胞已经往上去靠 去靠近你的一个上路一塔 小胞这边的话配合风机应该是可以拆掉的 主要是现在这个二塔谁来防 二塔其实对于呃 一滴这边来说他们必须要回城了 因为 你们如果再不回城的话 二塔的损 如果再把二塔丢了的话 对于京东gaming这边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对于一滴这边来说是一个损 是吧 因为只有奥迪化手不住的这边 但是能不能换 奥迪占三一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边也是给了一口治疗 强行的给他给拉回来了 就是没办法 对 是打了一个 一滴这因为之前是 发现你在下路推塔的时候 我把重心放在了上路 而且把上路的一个视野做好了 大家可以看就是 刚刚厂长是配合这边的 美口是把视野给布控好了 是想过来威胁一下 但是 呃 京东gaming这边的人的话 都在特意包围过来 先是一个牛头 无数现在的牛头 胸肌又气昂昂 如果说被小炮找到了这样的一个 带塔的节奏的话 那京东gaming这边来说就很难受了 京东gaming这边之相说 那我只能找机会打架了 因为我这边中路的一个发育是很好的 是的 这边厂长的话 找位置 有点想去扎东gaming 那这边牛头先开了 只钉起了一个酒桶 这边反身 小炮A除四下 刷新一个W 哇 有个腹地效果 有个腹足的话 也不敢做过多的逼近 下路平线带过 下波平线再带过来 其实现在这个局面 对于VDG来说是完全可以去接受的 因为现在首先 双方经济是没有拉开很大的 而VDG这边的阵容也是比较偏后期的阵容 现在就靠小炮在外面蹭一层 啊对 摸一下 封有盾 哎 很灵性 这个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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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可能是想考虑到能够定住小炮 然后配合队友来秒掉 就小炮正好那一下 就走二的时候往后回了一下 对因为蛇女的大招 如果你没有就是面对面的话 是没有办法定住的 这是一个时间 就尝试一下嘛 那这个防灵卡真的好 那这个防灵卡真的好 这边奥子来了 EQ挑起 挑完之后看到这边一个发小炮大招 但是拉的位置不算很好 要不要往后去起跳 这边一个大叔捆绑 捆绑着很多人 这边VACO闪现脱上而出 但是被DWB这边的一个毒液堵死了 是 堵死之后看那边 大叔又是一个捆绑 捆绑过来之后想去杀场场 看那边也被杀 我都没拿到一个DWQ DWQ之后这个 中路的这个塔 又是守不了了 守不了之后 感觉这一步要破两个塔 这边其实就打得很明显 京东Gaming这边是 就是想跟你打架了 因为我的C位发育的非常的好 而你现在还没有到 你八条的一个发力点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想去找架 给你打 那对于EDG这边来说 尽可能的去做一些运营 会更好一点 嗯 比如说资源 野区的资源的运营 和塔的一个血量的消耗 千万不能被 京东Gaming这边找到 机会来看来看一下 这波的回放啊 这波拉过来 拉了召唤区下谷的一笔 清风 清风不面 然后随即后面 这边的一个疯狂输出 主要是被DWB的 现在看到DWB的输出很高 而且也是老树闪现 直接是来留人 打的就是非常的果断 那现在小炮也是 直接是中路的塔 还好也是拿掉了 终于找到 哎 没有还差一下 好事多磨了 等一下兵线 嗯 再挨一下给你 而且如果说 对于现在他们来说 把中路的塔拿掉的话 还是稍稍能够接受的 最怕的就是打输了波团 但是反扑回来的时候 趁对方在补给的时候 我不能做事情 嗯 那这就是罪亏的 对 然后雪女4-0 至天使再加深渊面具 再加一个9层的戒指 18分钟 对 现在对于京东Gaming这边来说 前期是掌握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头领行 是6个人头在手了 而对于EDG这边来说 只要就是稳住吧 不能就是被找到一波机会来开团 然后稳定的发育到后期到达自己发条的一个强势的发力点的时候 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经济情况啊 经济又是中路遥遥领先啊 2,000块吧 对 总经济2,000块 中路这边2,000块 对 主要就是中路的经济差在这里 那反观小炮这边的一个经济是比下要好一点的 对 就是下路这边的话是一定这边要更高一些 对 但中路真的是一个很难去针对的一个点了 嗯 像刚刚 其实呼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 就是刚刚蛇女是没有大招的打那波团的时候 对 如果刚刚蛇女是有大招的呢 那波团对于EDG来说是更难打了 损失残充 那但是厂长也是在不断的对野区的资源尽可能的去控制一下 把这条土龙去拿一下 因为现在看到的是地图上的 可以从小地图看到啊 蛇女是在上路的 而蛇女这边是没有选择带的是TP 没有选择带TP 而且这边的一个荒嘴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过了 所以说把这条土龙拿到手上还是稳稳的 好 这边就是有机会看到的 对 对 但是这个有机会看到的 真的有机会看到的 很新的 还要是不定 那边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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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也是还是体现了京东gaming这个队伍的一个风格啊 真的敢打 看刚刚其实是那个真眼是没有屏蔽掉EDG这边那个假眼的 对 他们开始觉得就我这边这个真眼是很早就插了嘛 插了之后20分钟偷大龙配合皇子加这个发育的一个蛇女 真的太容易了 其实他们的想法也许是进行一波勾引 如果说九头你这个时候进来的话 那我龙不打了我就杀你来看一下这一波啊 这波是厂长孤军深入啊 想去抢这条龙 但是他们就停止打大龙了 我就杀人 所以说这边的指挥也是做的很明确 就停止打大龙 因为如果打大龙的话就是拼打野的惩戒了 是的 这边就顶着绿毛万一的Lokin 确实在这把这个环境里面的发挥做的非常漂亮 是 再看一下现在的经济也是被京东gaming领先了 嗯 先了哇 那这样的话又有一个大龙的京东gaming 对于异地机来说又是要脱了 你真的只能脱 因为现在发条的发育实在是跟蛇女是没有办法比的 对 就是 就我们号称就之前有两个法术机关枪嘛 就一个是那个法海 就是那个瑞兹 然后一个就是这个白素贞 剩那个蛇女 就现在发海已经不在了 对 你下个版本加上之后可能他还会回来 就现在蛇女二十分钟配合一个打野去透龙 是 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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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的蛇女是一个属于持续输出型的法师 对 对 无论他在团战当中的一个 他其实跟ADC很像 蛇女 你得 对 你得活得久 而且他打坦的一个情况也是很快的 嗯 现在也不着急对于力气来说 一定要稳住现在的局势 下个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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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众 上你的塔 上你的高地 还带上了一个 哇 这样的话真的是没有一战之力啊 现在EDG 我们来上路 高地搞破 是 那京东Gaming这一波大龙处理的真的是很果敢 对 很果敢 对 拿了大龙之后也是损失去把上路的一个高地给破了 对 那现在经济也是不断的拉大 那主要来说对于EDG这边来说 一定要等 一定要等到装备的一个程序 其实就想跟你拖后期了 大后期了 这边来说的话 真正要开启 又是墙边 直接大招盖下来 干完之后 这个车子质量还不错 很能扛 这边大招拉回了 拉回了 确实 这个装备的领先 有点 让他们难以去招架 这边又是个副作 副作过来之后 蛇女被秒了 蛇女被秒之后 看到这边小炮 小炮有个起跳的机会 发展到一波WQ 这边又是起跳过后 三层 四层能不能A到一下 再A一下闪现 闪现 又是出发一个W技能 再跟 再跟之后 这边大叔有点肉 一个大招交起 直接是鼓拦了他们的一个进攻啊 哇 这一波多人币其实是开始很秀的 但是后来也是被 奥迪兰落 有勾 你跟我来 一口咬掉 完全不跟你讲道 这草草人能不能回去 还有一个咖啡 哎 哎 哎 这个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 侥幸了啊 没有办法回去 这样是被 一滴滴找到一波机会 打到了一个A死 嗯 这对于京东给们的一个强势的一个进攻态势是打断了 主要这波恐怖的是什么 就是发条拿到四个人头 对 最 现在仰仗后期仰仗的就是发条这个点了 那现在直接是让发条拿到了一个四个人头的一个进杖 对 对 对他的一个装备的成型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那下一波打团真的不好说了 就什么时候我们现在不说 至少这波团就让EDG活过来了 对 所以说在京东Gaming在对上高地的时候 希望能够处理的在谨慎加谨慎 嗯 因为他们刚刚其实那波团是打了两波的 第一波是蛇女这边不断的是被先被开了 对 然后闪现出来自己的学险不是很残的时候 继续一个虚似 对 反手一个大招 在打第二波的时候是EDG的一个反打势头 那反打的时候 京东Gaming这边状态不好 技能不全 嗯 就一定要选择果断的撤退 就发条在旁边跟小炮两个人偷了很多的伤害 是 到这个时间点了发条跟小炮也逐渐的起来了 就这把 就 欧豹有点可怜 欧豹这把从头到尾给人打工 就是我开始兑现的时候给佛叔打工 然后打团的时候给发条打工 就人头都是你拿的 伤害大家都一起打 不过发条拿人头确实也是他们现在团战的养张的资本了 是 现在也是 对于九通的这么一个点也是要不断的让自己更肉起来了 因为前排的话一定要扛住 打到后期 因为叫霞这个英雄他更多的是打一个一套的 这样的一个爆发型的 而小炮跟 这边小炮更多的是去打一个持续型的 是 是的 但是现在的话也不能够说放松警惕 因为这手精进他的话其实差的并不多 是 因为尽端 给你来说的话 他们现在 要做的事情就是 稳一稳 我觉得可以再等一条大龙 一例来说的话 他们就是现在稳住局势 然后找机会 下一条大龙 如果能够说打一个比较好的环战的话 就是敲响他们翻盘号角的时候了 其实我觉得 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就很像第一盘的一个局势了 第一盘也是双方要去拼一个团战 那现在又是要拼团战了 是的 现在小炮是三件套 小炮这边的话也是三件半种 都差不多 小炮跟蛇女的发育是慢慢补给起来 小炮跟这边的发育发育是慢慢补给起来 是 那蛇女这边的话更好而已 对 因为往后拖嘛 就是ADG如果往后拖的话 那他们两个主力的输出是很爆炸的 对 对 对于京东gaming这边来说 如何去把自己的优势稳住 尽可能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哇 这边先杀了科加斯 科加斯没了之后 这波团战很难解 想去杀这个 但是神女 还有个盾 还有盾的金光强能不能杀 还有一个爆炸配合 好 漫天飞鱼拉回来 一个王子杀直接杀掉Oboi Oboi被秒之后 看到这边Mako一个吹风 刮起三个人 只要998 这边又是一个技能 去缓速对面一下 去做一个流 这边做一波包脚 但是在那边先杀一个人 在EQ挑起的情况之下 大树来了 大树配合大招 裹歇而来 这边还有两个人 大招在Q进来拍回去 拍回去的情况之下 直接是 所有人员的阵亡 意思了 哇 这一波是先找到了上路奥迪的一个 单败的一个点 然后配合他去把奥迪击杀了之后 尝尝这边也是 必须要去来进行一个 去打一波团战 那这波团战 其实是没有办法接的 对吧 就没有去办法去接这个团战 那现在真的是 京东gaming这局队伍 给我们带来太多的一个惊喜了 看一下大虫子现在起来 也无力回天了 啊 再次恭喜一下 京东gaming是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是的 打到了一个2比0 没错 这两把 我觉得京东gaming给我们的一个 表现就太抢眼了 是 就真的是要疯狂给他们打电话 真的没有办法 这真的是给了我们太多的一个惊喜了 也可能是 啊 EDG他前期其实打的运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很可能是因为就是 啊 之前因为下午打了太久了 可能状态有点疲惫 嗯 而且确实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说 就电子进进嘛 顺者为王 就是赢了确实我们要给胜者 呃 就给他们加油 当然说 就即使输到仰仰比赛来说的话 确实嘛 呃 一方面就打了很久了 然后打了久之后 包括 就这两把里面 第二把 然后他们后期的一个反扑啊 确实也是 呃 京东gaming里面机会掌握得很好 是 啊就是 今天呢 就比赛打下来 我觉得京东gaming真的是一支很敢打的一个队伍 对 真的很敢打 而且他们对于前期的一个节奏的把控 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 对 啊 再次还是要恭喜一下我们的京东gaming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嗯 但是一滴季呢 我们也是同样要献上我们的掌声啊 也是同样 有了他们才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呈现 有一滴比赛第二 我们幸福一下 最好 对 虽然 人